今年来我们经常可以从报纸,网络和电视上看到和听到一些妇女受虐的新闻 比如性侵害,家暴,甚至虐杀 由于这些事件的频繁发生,以至于我们已经变得麻木了 为了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我们大家必须共同努力 因为这些惨案不仅仅影响到受害者的家人,还影响到整个社会 11月是安省妇女受虐的认知和防范月,我们要做的是呼吁关注妇女受虐的问题 而这种呼吁不仅仅限于我们这个城市,这个省,我们是要让全加拿大的每一个人都来关注受虐妇女的暴行 如果在你的周围有家暴现象,或者你就是家暴受害者,我希望你们能及时发现并及时报告 对妇女来说,什么地方最安全是他们的家,但家暴却使得他们身处险境 在我接触到的家暴案例中,受害的妇女都觉得他们身陷其中而无法摆脱,这就是部分问题所在 在这里,我们有四个被害妇女的事例,她们都是被她们曾经所信赖的人所杀害的 Vanissa Ball曾经是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人 她正在抚育着一个新生婴儿,在她被害时才只有17岁 她非常的特别 你知道吗,每当她一进门,她的出现就会把整个房间都照亮起来 她非常容易与人相处 她用不同的方式打多了许多人的心 她是那么的开朗 如果她见到有人被不公平地对待,她会为此第一个站出来 为了她自己的信仰,她是一个真正的斗士 她的意志很坚强 那个时候,她正准备回到学校继续读书 对于按照Lina来讲,她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妈妈 她热情,执着 我相信她会成为一个拙有成就的人 她会成为一个称职的母亲 你知道吗,她真的非常难得 Vahida Blasevich是一个来自波西尼亚的姑娘 她经历了战争和种族仇杀的灾难 她带着所受创伤后的压力来到了加拿大 她是个真的好人 如果你告诉她,你喜欢她的鞋子,她会把鞋子给你 如果你喜欢她们,就拿去吧 她就是这样 她真的很好 她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 她不知道怎样憎恨一个人 但是我们还是分手了 她曾经无家可归 流落街头 在她流浪的那段时间里 我想是因为她在伦敦的一些近况 所以大家大多忽视了她 并没有把她看作是一个人 当人们从她身边走过的时候 非但没有试图去保护她 反而是擦身而过,视而不见 她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 当她死的时候 人们在她的橱柜里 找到了她为孩子们准备的玩具 和各种各样的礼物 遗憾的是 她从来都没能有机会 把这些礼物送给他们 她是一个值得大家爱戴和怀念的女性 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年 但是我还是觉得十分难过 Sheryl Horner Sheryl Horner在产前被谋杀了 无论在哪个方面看 她都会成为一个很出色的母亲 出事前 她不但要忙于应对 运期各种注意事宜 还要小心处理和Scott的关系 以及照顾同住在伦敦 跟她很近 但身患重病的父母 因此 我认为她正处在一个 为家庭和个人而忙碌的阶段 而我们很多年轻人 也正在经历这一过程 她的双亲 在她死后也很快离开了人世 负责调查她 被杀案件的警官们认为 她父母的死 是因为伤心过度 讲她的故事 公主于众 十分重要 她的死是一个悲剧 尽管这个男人 有些健康问题 她所杀害的 不仅仅是Cherry Horner一个人 还有孕育了八个半月的女婴 Brenda Lee Chelenworth 是一个38岁的女性 她有两个孩子 是个很了不起的母亲 妈妈对我们来说 有着特别的意义 她是一个好妈妈 好朋友 好女儿 好姐妹 妈妈对美发和烹饪 都十分地喜爱 我出生的时候 她是一个发型师 她就在房屋后面开店经营 做得很开心 有好多人来光顾 我因此认识了 她的好多朋友 她曾在Lucas中学的餐厅里工作 学校的孩子们 都很喜欢她 她不是那种 一般的餐厅阿姨 她和老师们 学生们都能打成一片 她经常逗老师们 开心地笑 对很多学生来说 她就像是第二个妈妈 每次我到餐厅去看她时 都能感觉到 她们的关系非常融洽 她很喜欢烹饪 如果她还活着 一定会做得很成功 说不定能开启 她自己的餐饮事业 同时我更相信 如果她还活着 她会是一个 最最慈爱的祖母 只可惜 她已经离开了 大家都说 我妈妈是个开心果 她的笑容极富感染力 尽管她的个子不高 但人们都敬仰和尊敬她 因为她不仅仅 带给大家很多快乐 她还是一个耐心 听别人倾诉 无私帮助别人的人 这也就是为什么 大家都很想念她的原因 这些都是为社会 做过贡献的人 他们奉献了很多 如果他们还在世的话 相信他们还会 继续做着贡献 很多和我交谈过的 受害者的家属 都告诉我 他们最怕的 就是这些妇女 会被逐渐地遗忘 作为男人 防止家庭暴力 是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 同时还要教育 其他男性朋友们 让他们知道 家暴是社会所不能接受的 当然还应该有很多 其他办法 可以解决家庭暴力问题 我们的最终目的 是要让家 在我们的社区 成为所有妇女 能依赖和信任的安全之所 就是大家一起点火 有点快乐 所有房子都跑到一半 都跑到一半 在这里 中国人们